現在來到雲林大碑鄉 這種地域名非常的很少聽到 甚至有些人還沒聽過 雲林大碑鄉 那這裡有一塊建地加這個平房 還有一片農地要買 那是因為地處偏僻 所以也很便宜 450萬而已 450 那這裡距離大碑鄉的市區市中心 大概一公里 一公里多 然後如果是要往交流道 國道3號交流道跟快速道路 那個交流道那邊大概是3公里多 3公里 我們大概來介紹一下這裡 這個平房 建地有將近27坪 將近26點多 將近27坪 這是它的那個平房的範圍 它現在目前是把它圍起來 目前就是荒廢的狀態 那旁邊這個 鐵皮屋就不是了 不是它的 我們的是 我們的是這個裡面圍起來這裡面 旁邊比較高的建築物就不是它的 那裡面鄰居有養一隻狗 還好它不會叫 OK 這是比較有點像三角形的地 這是腳地 三角形的腳地 然後呢 它 電錶不知道拆了沒 但是它這個水錶在這裡 這邊還有水錶 然後 它的農地 跟這個建地並沒有相連 是在隔壁的隔壁 但是那個農地蠻漂亮的 而且它 旁邊是公園 農地的旁邊是公園 我們通過這一片 那個農地可以蓋農森嗎 坪樹 坪樹不行 它大概是 470幾坪 470幾坪的農地 那不行喔 但是可以蓋枝材寺 它可以蓋枝材寺 對啊 它旁邊是公園 你看到了嗎 那一片樹林 是公園 這彼次 那個樹林 這片樹林 好 它是一個長條形的公園 長條形的公園 我們這一塊農地就是 這股蠶 那個水管繞過去的這個 這邊很方盛的 非常方盛的農地 470幾坪 然後就是正對那個公園 非常的 看起來很遼闊 心曠神怡 這個路還蠻好走的 這個大概6、7米的路 7米 6、7米的路 會車是沒有問題的 450萬而已 就是農地加建地加平房 平房它沒有保存登記 但是它有稅集登記 它有稅集的資料 所以 也可以整修 但是我是覺得 重蓋可能會比較好 27坪 蓋起來 大概15坪 可以蓋一層樓15坪的透天 一層樓15坪的 所以一般的透天也大概一層樓就是15坪 可以蓋一間正常的透天 雖然它的地是三角形 但是你透天可以蓋成正常的長方形的透天 搭名款的 領路的透天 老公 一定會有人問啊 有一些人不了解 有稅集證明的話 是不是代表有門牌 對啊 有門牌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 歡迎 找我溢價 或者同行 歡迎找我配件 這是 一個還蠻信任我的客戶 給我們的一個專簽 希望可以幫他順利賣這個好價錢 好嗎 大概是這樣 鄉下地方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鄉村生活 然後周圍 周遭環境沒有什麼 工廠很少 我看一下 很少 非常少的工廠 這邊真的很漂亮 然後沒有噪音沒有汙染 心曠生意 不是海邊 也不是山上 到處都是農地 一個非常純樸的鄉下 而且又離交流道和市區很近 對 如果你有興趣 趕快跟我聯絡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